解決你的另一半遊戲管制最好的辦法 就是帶它一起玩 但有些人真的是油言不盡 比如我家小五 帶他 PC 吃雞沒興趣 帶他王者躺著上風也沒興趣 去年嘗試了下 Switch 但遊戲庫又不是我的菜 結果成了他的私人健身玩具 兩個人完全互動不起來 直到兩個月前我收到了這台 Picos VR1 體機 小五這拳打得完全停不下來 並且事後立馬拉著我去商場又買了一台 就為了能和我連擊對打 從外部視角看這哪是打拳 完全就是泄憤 你還別說這兩個月我和小五都不怎麼吵架 開個玩笑 從剛才的拳擊畫面不難看出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粗質簡單的小遊戲 所以肯定不是因為這個遊戲有多好玩 而是 VR1 體機所帶來的這種極具沉浸感的遊戲交互體驗 這也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周一看 任何穿戴设备 不管什么耳机 AR 眼镜 或者 VR 设备 在谈核心体验之前 佩戴舒适性 必然是放第一位的 对于 VR 一体积来说 最关键的就是体积了 而影响体积最核心的零部件 就是内部的镜组 为了实现 VR 眼镜所带来的沉静感 人眼就必须和屏幕离得很近 这就需要焦距相对较短的 凸透镜来进行对焦 而凸透镜的焦距越短 也就是屏幕更靠近人眼 镜片的厚度就会越大 相应的设备也就会越大 但大家仔细看光进入透镜的路线 你会发现 其实光只有在表面才会发生折射 里面依旧走的是直线 直接干掉直线的部分 镜片不就能做薄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菲尼尔透镜 我手里的 Pico Neo3 正好就是它 只不过菲尼尔虽然降低了镜片的厚度 但正是因为这些减薄产生的小圈圈 导致实际成像质量并不好 清晰的范围 也就是常说的甜蜜点很有限 这就要说到今天的主角了 Pancake 光学透镜 没错 苹果的 Vision Pro 就是用的 Pancake 这台 Pico 4 也是 具体原理其实比较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改变光的偏振方向 让其在多片镜片之间实现折叠 这么一来 既解决了早期凸透镜焦距和镜片厚度之间的矛盾 也解决了菲尼尔成像的问题 你看 Pico 4 对比自家的上代产品 瘦身效果非常明显 并且 Pico 4 把电池放在了后面 让整机重量分布更均匀 对颈椎的压力也小了不少 Pico 4 充满电 实测能玩 1 小时 43 分钟 接近 2 小时的佩戴 我自己感受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适 视觉体验上 相比上代提升也很明显 更高的分辨率和PPI 更大的视长角和甜蜜点 大幅削弱 VR 的这种沙窗效应 至少现在我不会因为画质导致生理上的不适了 要说不适感 就是切换现实场景的体验 Pico 4 可以通过两次敲击 实现虚拟和现实场景的转换 和苹果的 Vision Pro 一样 就是通过外部的摄像头来实现了 目前效果 应急用一下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如果长时间走起来就比较容易头晕 值得一提的是 Pico 4 支持无级电动铜锯调节 开机后可以通过调整 中心十字的清晰度来适配你的铜锯 这点很重要 更精细的铜锯调节才能带来最佳的观看效果 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头晕的现象 对了 Pico 4 Pro 更方便 直接支持眼动追踪 也和苹果 Vision Pro 一样 通过注视几个绿点 就能自动调节适配你的铜锯 佩戴和视觉体验都到位了 我们再聊聊 Pico 的内容生态 作为一个娱乐设备 好不好玩 同样是重要的 我这两院基本把热门的几个游戏都体验了一遍 类型很丰富 比如凸击行动 在家就能玩真人 CS 了 操作还挺真实的 什么翻阅 瞄准 换弹 投掷这些动作 都是需要手动的 并且枪如果不用 千万计地放回身上 直接松手 这个枪真的是会掉地上的 应该是我没注意这个细节 等碰到敌人的时候就很尴尬 我的冲锋枪了 只有手枪了 另外开火的后座里是有手柄反馈的 我把手柄拆开看了一下 这内部结构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 光螺丝数量就不少了 最内侧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圆柱形的宽屏马达 正屏的在50-500Hz 再来看这个很考验节奏感的应有闪韵临近 上学那会去游戏厅就很羡慕那些赶上跳舞机的人 后来在手游上的节奏大师得到了不分满足 现在只要加钱上两个体感追踪器就能在家还愿了 不用怕射死在游戏厅了 并且实际体验还要更好 看着一面而来的音符和障碍物 这种成绩这点都是跳舞技能比 操控的延迟和准确性还不错 但凡玩上难度的歌曲棘手下来就已经满身大汗了 你看这不比跑步机和健身环有趣多了 不过目前曲库还不算太丰富 熟悉的歌曲不多 倒是一直有在更新 如果你想拿它健身 那么超然一刻可以给你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 虽然看起来它的玩法和闪韵临近有点类似 但是拳击和双棍一套下来运动强度要更高 也可以自由选择超级猩猩帕梅拉这样的教练课程进行练习 运动完后在Pico的运动中心里还可以查看实时的运动数据 对于我这种只是想保持一下身材的人来说完全够用了 一个人玩腻了可以和其他玩家对战 比如这个多合一游戏 见面交互很有意思 想玩什么就把对应的小人抓起来放到中间 开头我和小五打的拳击就是他 一开始我和小五不知道这个摇杆是可以操控人物移动的 所以实际对战的时候发现 好家伙这不得先有个大house 那还有这个大风儿时的记忆 那我自己体验下来发现有意思的其实不是游戏本身 而是和线上玩家的交流 那四个人为一桌看似那么小的这一圈 其实没几块土地居然能玩上个把小时 中间大家都是骚话不断关键语音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既不爱运动也不爱社交没关系 我们可以来一场身临其境的赛博钓鱼 操作方式就是模拟真实的钓鱼 还是有一些上手门槛 空军倒不至于 但钓大鱼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双手配合不好基本会脱钩 还有鱼具和鱼饵是可以振钱升级的 觉得无聊还能开个小窗 一边听着风声和水波声一边刷B站和抖音 休闲属性算是拉满 但是坦率地说 钓鱼这事的乐趣我现在还get不到 其他游戏就不再一一展示了 反正能让你动起来 意志累 休闲累的等等都有 总有一款是适合你 说完游戏 用VR观影也很有意思 我指的不是常规的电影电视节目 是针对VR专门做的内容 比如这部特制的电视剧 进去后你会发现 你就是身处在场景里的人物 可以360度旋转地看 非常奇妙的体验 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可扩展性很高 还有其他互动类型的视频 你除了可以选择剧情走向以外 还能进一步和故事的人物进行一些交互 比如跟着德爷穿越东飞大猎物 学着怎么在野外钻木生火 用投掷飞刀获取猎物 拿出随身的相机记录一下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还有VR直播 诶 选错了 这绝对不是大数据 我是觉得这种形式很好 以后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第一视角直播拆机 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狂野的一面 只不过现阶段 VR 设备受限于技术瓶颈 清晰度上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 既然说到清晰度 顺便说一下 AR 眼镜和VR 一体机的区别 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太清楚 清晰度方面 AR 眼镜确实要更胜一筹 但两者我觉得是使用场景上的差异 AR 虽然有 3D 体验 但目前自家的生态相对匮乏 实际使用基本还是需要依赖外接设备 所以目前它只能是一个不错的 2D 扩展显示设备 而 VR 像 Pico 4 这样的 带上就能玩 自己的生态就完全能撑起这个 3D 体验 更别说还有丰富的玩法和功能以及它的拓展性 关于 Pico 4 就说到这里 从上面体验不难看出 Pancake 的到来确实给 VR 市场注入了一个新的活力 当然 Pancake 绝对不是 VR 设备的终点 它不是没有缺点的 比如透光绿低 为了保证时机观感的功耗就会跟着上来 但就目前基于 Pancake 方案的 VR 一体机的体验来看 它对于 VR 设备的普及 必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就在于 它让佩戴和视觉体验大幅提升 加上 Pico 4 这种无线一体化 戴上就能玩的便捷性 确实值得沉浸一把 哪怕你自己玩腻了 过年回家 也可以让父母感受一下 科技的魅力 正好双 11 我看有优惠 Pico 4 最高可以减 500 款 并且提前预定还额外赠送两款 VR 大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楼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